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车都能跑得更快 然后跑得更远 但很少有人 他为什么可以跑得更快更稳定 会更远或者更安全 就是我们的实际的出发 就是这个车子是我们骑行的 我们应该 应该就是了解客户的体验 然后我们应该为客户的骑行 的安全 做更多的技术支撑 我是王康 然后我从事电动滑板车这个领域 已经有8年的时间 然后我是从20年时候 开始进入电动滑板车这个领域 从事整车的生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做电池的公司是2015年成立的 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是成立了这个电动滑板车这个公司 我们电动滑板车公司和电池的公司 是共用一个生产车间 暂时共用一个生产车间 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开 现在的我们的端 管理团队是以项目制的 就是电动滑板车是一个项目 然后滑板车是一个项目 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有公司的面积是4000米平方 然后人员有55个人 我们目前的设计的电动滑板车的生产量 就是年可以达到3万台 就是我们是在2019年有想法 就是从事这个电动滑板车的制造 于是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就找所就设计研发电动滑板车 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始 就是做模具的就是模具的饰压生产的一块 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开始正式生产电动滑板车 我们希望将一些新的技术 一些新的材料 以及新的安定 有新的理念 然后带到电动滑板车领域 给使用者提供一个更安全 更高科技的电动滑板车 电动滑板车 它可以说是真正的解决到 客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它具有折叠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放在车里 随身携带 它是比折叠自行车 有更多的实用性 然后它的实用性 也就更方便 更快适 然后更有可玩性 更有趣 我们的品牌注重两点 一个是安全 然后安全和减震 叫极致减震 然后我们的安全方面的话 我们暂时是在电池的安全 实用安全上 做了更多的设计 那待会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 这个我们的设计的 设计的点 在减震这块 我们是把一些高端的电动自行车 包括高端的电动汽车的一些减震的方法 运用到我们的产品领域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我们会做 我们会把现在的我们滑板车的减震的数据 测试数据 更多的测试 因为不是简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这种很好的减震 然后就能说服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我们会有更多的数据出来 然后我们公司未来 主要在这两点进行 就是扩充 就是达这两点 我们的特色就是安全和极致减震 我们的品牌代表着更安全 也更好操控 然后我们有丰富的生产理念 与管理理念 然后我们每一台电动滑板 都会经过严格的更测试 然后经过我们的市场 未来我们会通过不断的技术 迭代与更新 把更好的滑板车 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首先我们是有专业的团队 我们是team 我们是团队的合作 另外的话 我们的团队在来自于不同的领域 然后把不同领域的这种 好的人生 好的经验 有好的方式 好的技术 然后带到我们的滑板车领域 可以说我们在滑板车领域的 新技术使用上 我们是目前来说做的最好的 我觉得滑板车会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从这个来看有两个 就是从市场看是越来越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客户有基础 因为滑板车的起义习惯 就很多年前就建立了起来 第二的话 就是它有真实的场景需求 它可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像风链 独压都这么车型 它已经在它的后备箱 要配置一台专用滑板车 面向中端的消费者 然后电动滑板车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市场 我们现在只是在电动滑板车的起步阶段 因为电动滑板车没有新的技术 新的管理理念和新的方法性 所以说滑板车其实刚刚开始 现在的滑板车主要在结构上的创新 未来的滑板车可能会更多的考虑 它的安全 它的控制 其实现在的滑板车 它能跑多远 就是大家都在说 你的电池会越来越大 所以又跑得越来越远 其实很少有人关注它的高效 或者它的使用效果 未来的话 更多的公司或更多的技术 或更多的人需要在这方面做研发 这样 我理想的也是更轻 然后更好操控 我们是第一家把独立悬架结构 使用在电动滑板上的一个公司 我们是第一次把一定的使用安全 带到电动滑板这个领域的 如果从那个公司 就企业运营的角度来的 每天都是很艰难的 如果从创业角度来看的话 每一天都面临着新挑战 所以说应该享受这个过程 接受挑战 嗨 学生一位 欢迎到 那次可以跟买这个发明师 如果你买一样 希望你再买一样 谢谢